四日醒来 南城王便带着十一看望被关顾人 恰逢萧燕想要与吴王切磋 难与对手 吴王欣然同意 帅气的甩掉披风飞上擂台 一番切磋 看萧燕微微不服的小样 也直到十周生辰烧胜一筹 恰逢此时师兄有事来报 几人立刻背马 在西周草地上策马奔腾 潇洒四溢 此情此景过于熟悉 很想唱上一句你是for or是啥 但缠绵没有 情侣服可是被安排了个明明白白 可怜的大师兄身为电灯炮而不自知 傻呵呵介绍新寺选址 时宜也在此时为新寺取名为青龙寺 在这临间深处 欺人暂且忘记国事烦恼 但回到军营危险便随之来临 刘子行故意带着随行死事进入主帅军长 周生辰宽容忍让 尽心介绍边疆国土 在刘子行谈到正式之时 南城王眉头微微皱起 现在是正式 是 随后看了眼随行死事 大师兄立马会议 拿起长剑便将人逼出军帐 刘子行剑刺 这才跪地请求南城王出兵 救中州陛下于水火 但中州是非之地 南城王贸然出兵 势必会引来敌国的虎视眈眈 为今之计 只能与刘子行礼应外合 借宋亚萧宴之名悄悄把内乱平息 可内乱平息还却一个威望闻臣 时宜自请回到清河郡 请阿旧出山稳住陈心 然而南城王却极为担心 要说还是官方吐槽最为致命啊 可刚到清河郡 时宜和哥哥崔风才知道阿旧已经重病缠身 但为了此次计划 时宜还是将南城王的话带给阿旧 舅舅自知崔氏身受皇恩 为了崔氏未来答应明日动身稳住朝臣 与此同时南城王与众人也行至城外 仅是日观天象 遭到南城王业余 却还是可可哀哀的嘴印 而珍重算挂极准的谢辰 眼盲心鸣 娓娓道来 对付区区一个流言 不止我算一贯 我 我 中文字幕——YK